不知道说啥 然后小胖 小胖和小姐 粉丝网你就是明星 各位好 欢迎来到我们粉丝网的访台正常 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 我叫佳佳 首先欢迎三位党的演员 电台主持人 露了面 但是如此 长得如此美丽 也真的是 看你这么着 让人惊叹 你是你们台花吧 应该算是 谢谢你 我是一个花 应该算是出台了 不是 不是 出了电台了 非常好 出了电台 还当狠狠到网里了 所以我介绍一下你的两位朋友 大家不用介绍 其实大家很着急了 这是韩庚 韩庚的弟弟韩陈 然后这是刘德华的弟弟流氓 然后我是大张伟 大家好 在你们来之前好乐当中 你很热闹了 大家都在报道 有很多人说 我只想见大张伟一面 走了 不是 我跟你说 人生有一个境界 叫不 花卫全开 就是圆 很多东西也不需要见面的 因为你比如说月亮一圆 它就代表什么 就要太缺了 所以说 相前不是怀念 你知道吗 是这个大事 那你让我们怀念你们对吗 是的 怀念他就行了 我们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吧 好冷 I love you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 在开始访谈之前 有特别特别多的问题 已经准备好了 首先有人问大张伟说 你觉得你自己比较适合 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做女朋友 他适合找女人 那不愿意呢 不是不是你 你吗 是我 反正也是暴玩的 都是暴玩的 其实真的是两心相悦 是不 你那样的合适 然后但是我个人是一直是觉得 我适合找什么样的并不重要 关键是谁愿意跟我 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现在已经 众女群大千百度了 是不是 百度知道是吧 百度没有粉丝完好嘛 然后 可是你说那半天 它也是扯啊没有用啊 没有用啊 你还真扯了 我真的 我说了半天了 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就绝望了 对 就是那个什么 我就喜欢胸怀宽阔 胸怀宽阔 胸怀皱感的 对 就是这种 然后是皮肤白皙 对 穿着宝儿 对 我喜欢小女人叫有龙的 对 小女人叫有龙 有龙 有龙的 有龙的 对 有龙 她如果叫有龙的话 她叫有龙 我相信她肯定是我非常喜欢 那个类型 那离另外两个字就不远了 对 第二吧 我们来说说你们的花儿十年的演唱会吧 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里面都会演唱哪些方面的歌曲 在里边会演唱4008884040 对 这样一个不打这个电话 才会订购 然后因为本身来说这是一个订购的一个电话 对 买票 对对对 因为就是说 这期演唱会怎么说呢 一次不来怨您 二次不来怨我 但是没有第二次了 对 真没有第二次 而且有非常惊爆的一个点 是这次演出 刚刚得知 我们都是免费的 对对对 其实就是我真的办这张演出 我们并不是为了挣多少钱 就是为了就是说 也是为我们就对这12年 就是说10年吧 一个成长的历程的一个回顾和自我肯定 还能记起10年前的你们吗 那当然能记起来 什么样的 张伟是那种 那时候12年前个不高 然后裤子上都是自己弄的窟窿 然后被妈又给全都缝上的补养 什么的 然后就是走到哪 鞋带就 搭了这也不会记 被踩的哪都是泥 哎呀 这不是我和雷锋一样 哈哈哈哈 雷锋真是您不这样 不是 然后挑食 逢风不补 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因为以前就是要稳月嘛 就是那种玩那个脏锤饭 其实现在也差不多这样 其实现在也差不多这样 哇 然后那个我就说这意思就是说其实以前其实我一直喜欢饿得帅你知道吧 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这样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他精神那种啊 嗯 怎么样 然后就这种我都不喜欢受不了 然后我们就是反正就是差不多了 我就觉得那个人生嘛 就是十年前十年前 十年前 十年前 十年前的十年后差不多 嗯 就是说因为十年前大家我现在叫希腊帅尾 现在不一样的 简称蟋蟀 对对对 本一生回复几十年的历程啊 其实最先的时候和现在的想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你们的友情呢 从以前到现在 升华了 嗯但是我觉得我这此时此刻我感觉咱们十年这个感情没有张伟现在对别人的感情深快 嗯 你们的不是女人是不是啊 你看看人家咋多好 哎 您的鼻子我觉得很可见一下 然后最终感觉特别好看了 对就是感情昇華 不过这个说说说说说真的十年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以前吧 咱俩老在一起 我们俩中学就是同学 而且中学初二我开始认识他了 当大家老在一起的时候 初二我也认识他了 是吧 就是而人不都说小别盛心欢 或者是是怎么打有这种说法 就是我们觉得十年老在一起 有可能比如看到的时间一长了 大家看到多互相的缺点 就是比如说 长老这人怎么弄的事 然后郭阳这人怎么那么懒 或者是王博这人长这么帅 对就是类似这种 就是十年老看老看 他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十年疲劳 十年身为疲劳 对然后呢 然后再加上那会儿 就是岁数也比较小 生活的属于比较那种 就是根本无忧无虑那种 比较自我 然后后来比如说这种 大家一分开 就开始想念对方那些优点了 对好处 对对对 这其实跟谈恋爱差不多 刚刚说的一样 他说他站在居住肩板上 对 我说可惜这个居然是 留肩板 然后暂时说 昨天就不好站 然后暂时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是 一直觉得就是说 彼此都是在生活之中 因为我们几个人 就像刺猬一下 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都是 很科兴很强的人 但是我们都愿意为了彼此的 能够靠近这一面 把这边的刺拔掉 所以说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感觉 听我唱会 变成墨西干了 觉得所有都是他 对 现在前方还嫁机 我这就是突然这些 这还真难 现在留下这个发型的原因 现在开十年的演唱会 会不会特别感触啊 会会会 真的是特别感触 我一说 哎呦 真是十年了 乐队十年 然后拿了这么多奖 然后演出这么多 这第一次开演唱会 对 而且还担心票房 你说这多么的可悲 然后所以说 我觉得在于就是说 所以说 因为我是个人认为啊 就因为十年嘛 如果这次演唱会 如果能够做得很好的话 我觉得算是我们一个 努力的见证 因为我基本上 我们 就是花儿说这十年 像艺人一样 生活是五年嘛 艺人一样 因为之前都没有像艺人一样 都是陛下的吧 underground 然后那个 然后所以说 这回演唱会 如果要是能成功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呀 如果要不能成功的话呢 我就不唱歌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就不是像张伟这种 成功或者不成功 我觉得就是 只要能开成 只要我们觉得 现场安排什么 你们都可不错的话 就是很成功的 起码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三个人 尽心做事就是成功 但是我是一直个人认为 有一股力量 我觉得特别的怪异 是在于就是说 十年 其实我们五年多 来的付出 然后像歌也红了 是不是 演出也挺好笑的 然后呢 所有的东西也很努力了 长得也挺逗的 这就这么回事吧 貌似寒庚 但是还是有问题 然后那个 但是就是说 为什么总是聚集不了 那么大的一个人 人气 人气 人气王呢 对 然后所以说 可能那就不太清楚了 所以说 然后我只能说 是用这个去见证我的生活 如果是这个生活 是见证的说明 我们中间努力 是积攒出 呼机播发的 我觉得就是值得的 如果他确实 见证的问题 就是在于 这个就是有 是有一定问题的 那我就会 那个话通一转 然后马上干别的 但是我们三个人 关系还是会 一直相互不差 其实我想 十年不仅仅是 音乐的十年 可是也是友情的十年 网络当中有朋友说 这个花儿中的 被脸说票房 别担心 我买了一千二的票了 对 这个票房 总票房是一千二百万 所以说 你还得 你还得 还加几个零 对 感谢您 真是 一时父母 真的 打算一下 那些其他 没买一千两百 八字票的 你可以拨打这个 400 888 4040 但是这个 一千零百八 帮回家 精装帮回家 400 888 4040 不仅只有 一千两百八 所有的票价的票 都是会有 感觉对 太厉害了 这些算是太能说了 王文博这种 打断筋一下行 这些推着会的事 拿腿 打断筋一下 一腿就是 这样的 我们来说一说 提前透露一下 在演唱会当中 有哪些 特别期待的 特别环节 什么都不能说 因为现在是一种 不能说 也没得可说的秘密 所以说我们希望 都没定 也没得可说 我们就出建议 我们出流程 然后导演就采纳 来听 然后就听 然后就是 他们再开会 然后我们再给 再给流程 再给意见 他们就再采纳 我们不要说英文了 注意大家 细手恭敬 然后到最后 结果就是不一定 也没有人 不一定 那会唱多少首歌呢 不一定 然后因为会唱 基本上我们这些年 所有专辑的 所有专辑的 经典歌曲吧 你也搓嘴儿 经典歌曲 这都很厉害 我说 我给你关注 十年经典吧 十年经典 反正就是说 因为我们花儿嘛 不管说怎么样 然后这么多年 老老人觉得我们 比如说 相对浮浅 然后各种给小孩儿听的 那挺好的 就是这样 所以说好多时候 老老人觉得 是不是应该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要做的 是不是 一个好的将军 不是会打仗 是在一会 选择战场 所以说我们的战场 我觉得选得很好 因为我们没有人 跟我们对打 而且我们也把我们 自个儿的维护的不错 所以说我们这个方阵 希望很多人能够进来 在网络当中 最近还好吗 说签票会我会去的 东风有力百花 反正说花儿会到 南方开演唱会吗 我觉得南方很多的地方 都非常喜欢 我们几个人 然后那个对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其实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然后就是当然是很愿意去啊 因为只要你说 演出商演出钱的话 其实一切都是骂你的 是吧 没有钱是问题 是有钱人都不是问题了 所以说就是这样 对 这样有钱啊 你看伟哥都 对 你看伟哥都 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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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 我跟你说 我这狗呢 这报文配上戒指 明显的贵妇跟造型 对对对 我跟你说我内心就是一贵妇 你知道吗 你也就跪着吧 你 我们看下网络 最近好啊 还好吗 说大货 我喜欢你五年了 说你找不到理解自己的人 有时候会突然觉得不高兴 希望能和你身为朋友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安慰你 给你讲笑话 在你寂寞的时候 陪着你 在你烦恼的时候 听你诉说 帮你分担 他说 这样的时候可能很傲美 可能很暧昧 因为你是貌美 因为你是偶像 我是普通老百姓 但是我就是这么想 偶像 偶像 没有吗 朱云有人说 你老是大 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 然后因为咱们不要 玩这些街街市都 那么那么 明显 然后我是觉得是俩 王安博也是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非常感动 在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候 他就都在我身边了 然后我抄袭是在我身边了 然后我搜狐那段时间 他虽然没在我身边 但是也是努力的在我身边了 然后呢 后来也是 就是说我生病是在我身边了 后来我就觉得 为什么 我怎么跟王安博 在一块这么背呢 你知道吗 我知道为什么你不在他身边了 什么坏事都在 所以我发现 只要王安博一不在身边 我现在就好很多 所以说 现在又在你身边了 对 多远一点 所以你近点吧 远一点 看来大家都挺关注花儿的 像花儿中的贝雷说 会像以前彭克时候唱歌吗 会啊 会啊 我们都会的 太胖了 基本上都会唱 就是说十年这些歌 我们比较说 大家比较熟知的歌都会唱 但是有人说了 十年演唱会开完 听说你们会正式分别 有这样的说法吗 你甭说这个了 甭说正式分别了 都有可能正式随着演艺界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没准 因为本身唱歌这个行业 现在让我干得比较心寒 走一步算一步吧 因为对 都是慢慢看吧 因为我觉得 大家不尊重我们 是吗 为什么会这样 有一大堂人不尊重我们 我觉得像 可能不同的乐队 它有不同的 喜欢自己的人 就大家的喜好 对 这些事情都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是正常 因为我觉得 我的努力已经努力过了 然后财富和跟存在东西 已经得到过了 所以说 再往后之后 可能就去冲到一些新的人生 然后去让自己做一些 不过什么别扭的感觉 因为一个歌手啊 你先弄这么贫 然后他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好事 不是一个好事 你知道吗 你什么事先让大叔吓会 然后那个所以说 然后但是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要是去衡量 因为以后想往主持啊 多数发展那样的 马上叫我王国生日了 请问想得到什么生日礼物 王国生日礼物 周比畅已经有人送他大名的我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现在说 我只希望你能够买一张 他说他密码改一个注册名 没说 把你生日愿望说出来 有什么礼物 生日愿望 我只希望11月14日上 能够见到你来现场就可以了 好 他怎么来现场 对 他怎么参当的来到现场 你可以先拨打这个 400 888 4040 演出地点 工人体育馆 时间 晚上七点半 然后结果你不来 七点半 你才知道 就是说一般说七点半开始 我们会七点半开始吗 顿时开始 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呢 你说 可能我们希望到时候这家的期限大 然后呢 因为有人给我反应 因为我们歌名有些比较小的 这是星期五你知道吗 为什么选在11月14日 为什么呢 听起来好像仿佛有一点 有一点点感觉 有一点点 你看你怎么说 1114 114 发也发 对吧 然后而且说还是星期五 很多人说坐车呀 也不方便 然后那完了之后 为什么选择这一天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一天了 好 如果这天台不开 没有日子 然后跟我更好 对 然后所以说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人生就是这样 就是人在屋檐下呀 不能 青蛙小时叫蝌蚪 我小时就特大头 然后所以说很多东西 比如说必须要去做的 然后而且还有时候就是说 老老人还问我 说你们十年 为什么在第十一年时开 为什么不在第十年时开 这不是逼着我们流眼泪吗 对呀 十年时你出钱呀 对呀 这个到底在这儿吧 三年 一年刚出来能开演唱会 那不是也更好的事吗 对呀 人家选就选三年能开演唱会 对 不一样 对对对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 花儿裙口相儿的现场 我还没急 太能说了 那说起这个演唱会 大家都非常关注 其实你没有 你们买几桌 你这大家都挺关注 你这样吧 既然说了他的生日 你能够说说 郭阳的生日吗 郭阳生日 郭阳生日不确定 就是因为 因为他是五月二十九 对 因为郭阳这个 关键 关键看他随哪个父亲 就是说 别的这么说 这么说都不合适 他确实有 就是说 好几个 三逼 他本身是五月二十九 但是他喜欢装嫩 他说是六一生的 这种人吧 你说给他面子 可以说他就一生的 但是他真实身份证 写在五月二十九 郭阳六一 六月一号生日 六一 六一 六一年 老庄 没有是五月二十九生日 六一六一 说到郭阳网络当中 花儿中的贝雷问 说方便能不能 报下你家郭宝宝的大名 不能 因为这是一个 不能说的秘密 如果你去到现场的话 郭阳女儿也会去现场 对 还可以 你可以现场 问他女儿叫什么 对 因为现场会有很多女儿过去 然后 然后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挑 对 抓揪 我妈说打 打你了怎么 没事 骂吗 网络当中曾经有访问到 说花儿曾经被冠为 中国最年轻的 蓬克乐队的风靠 怎么看这个问题 风靠 孙昂是谁啊 风靠 中国最年轻的蓬克乐队 据说当年崔健还送了一把吉他给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送了一箭头给崔健的 然后倒是 我是这么说 因为 本身啊 最年轻的蓬克乐队 其实是最年轻的乐队应该是 对 蓬克乐队 也不是蓬克乐队 其实我们 蓬克只不能代表我们了 对 最年轻的乐队 对 因为那点我十四岁嘛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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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他十四十五十九 然后所以说十四十五十九嘛 就是这个路线 然后你 会欢迎你们怎么看 我们能怎么看 我们就感谢呗 反正话我们的话 我们当时觉得好了 因为夸了两句 太帅了 我已经说人们主持人呀 要不说咱们北京台主持人就是好 是吧 睁脸书瞎化 咱们越来越高明了 我也觉得 我去睁脸书 雅昂越来越不高明了 刚才你不是说要跨界吗 现在有人说你要做主持 我们已经主持了 开始了 在这个江苏 江苏卫视 每周五晚 九点半 九点半 然后由这个来上歌 希望各位来支持一下 你觉得做主持人做歌手 当然说主持人高兴多了 因为主持人的行业是这样 你开会的时候 在想怎么能让人高兴 然后呢 做节目之中 反复的想点让人高兴 晚上一块吃夜宵的时候 也要想明天怎么让人高兴 所以说整个是一个 在不断动脑子 一直在冲到快乐的一个职业 也可能是刚干 刚干几个月吧 我才主持人 出到三个月了 然后这个 所以说就是那个 看看以后能有什么发展呗 以后是这样 然后再说最重要的是 先把这个事干好 11月14日 如果做不好的话 以后就是nothing 以后就是never 以后就是fair 以后就是 what the mother follow me 这样吧 我觉得今天虽然一直在说 十周年的演唱会 挑你们当中 你们最喜欢的某一段旋律 来把这个400的电话 地址和时间帮我串下来唱一首 400400 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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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一首 40088 4040 我给你解来 400888 4040是吧 对 然后找到地址和时间 1 来准备 1 2 3 400 888 4040 在北京工人区域关 7点半 然后有我们花乐队的演出 你不来就是 你混蛋 不是 你不来就是 你的错误 对 对 对 欢迎 欢迎有好新人来到地址 你能够来 对 然后 又干这了 谢谢 我不能闹死 就是能这样的 太汗了 最近还好吗 说希望你在努力前进的同事 别忘了享受生活 不要忘了体会幸福 是个粉丝要感性的朋友 生活当中你们谁最感性 感性 都非常感性 我们我们三个都是都是很感性 反正张外挺感的 他看起来不像感性的人 就什么什么都感 所以说你们大部分都很浮浅 总是以第一印象来看一个人 我就是不感性 然后但是 他性感 对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其实很多人老是误解我们 但是我觉得 误解我们是对的 因为我觉得 我们就是希望你能误解我们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这个人 我不希望你了解我 你明白吧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的生活 我有我的生活方式 然后我不希望你能太多了解我 但是我觉得 舞台性格 你这个就够了 是吧 对 没错 有很多朋友 再说起 《幸福的旁边》那张专辑 从匿名发来的 《幸福的旁边》专辑 歌词当中 有一些用红色的笔 写的那些字是谁的字 补充 你看 你看那个《幸福旁边》啊 一说 一说这张专辑都是匿名发 你知道吗 就说不敢说这么一样 补充你不要来藏着 就说你是补充为完了嘛 然后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整张专辑是什么意思 他说还是怀念 还是怀念幸福的旁边啊 好 怀念的话就要来 因为我们会演这些歌的 对对对 然后因为本身 我觉得都怀念了 因为以前我也会听我以前的歌 然后我觉得还算挺怀念的嘛 但是我是没觉得有多好啊 然后大家觉得好 我就没办法了 对 我觉得大家可能 还是有大家自己的喜欢嘛 对对对 每个人可能对每张专辑 每首歌都不太 我觉得我的巅峰之作 是雄开心啊 对对对 这样张伟已经打算往主持街发展 你们两位有没有想过往什么其他方向 比如说王文博准备往灵界发展一下 哈哈哈哈 好像王文博现在都吃八宝的 然后吃八宝饭 喝八宝粥 住八宝山 三八宝 吃完八宝粥 还得去八宝山溜一下 对对对 溜的溜的 消灵犬 对对对 现在那个 现在是跟那个谁 张伟一起在那个江苏瑞市主持节目 也在主持 对对对 然后然后闲暇之余 现在想那什么 尝试一下导演嘛 嗯 想导演什么呀 以前就自己投资拍过片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比较比较喜欢影视界这个环境 以前导演那叫什么呀 以前导演那叫放飞自由 对 听那名字 你看听那名字感觉非常文艺 文艺片 对 他就是放飞自由 就是说因为在古文中P这个字啊 其实是有说出来的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虚贵 虚贵的故事啊 其实你对影视界方面还是很有兴趣的 以后有没有考虑 你看你看这个歌迷特别开心 说会出也像会的碟子嘛 哈哈哈哈 盘子我们来什么都会出 希望你能购买啊 到时候到时候肯定都会出的 嗯嗯 那有没有考虑说就是就是我觉得像刚才说 哦这个盘大要问DVD的话呢 我觉得我问我问你 出现这个问题啊 你说DVD不出 因为如果要是出了的话你就不来了是吧 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不出 绝对不出 只有这次演出 只有乱乱 对对对 而且不让任何人拍照片 任何相机也不准带 对对 任何那个 DV都不准带 带着钱金戒着存折来 如果你能现场带着比素描 我觉得莫可 哈哈哈哈 但是如果不是素描的话 你什么都不问带啊 带小二 对 那就独一无二 嗯 还好 最近还好吗 还是在说啊 签票会的时候要送你一个礼物 是先赏的猴宝 不是 保护好 你能猴点贵的吗 我想问 没事 再去谢谢你啊 嗯 花儿中的贝蕾说 沛阳已经算是体验了三个月左右的普通人的生活了 和艺人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吗 觉得哪种生活更适合自己 适合自己 那当然是普通人生活 嗯 对 我觉得就是乐队解散以后 我就去去昆明玩了一个月 去丽江玩了半多半个月 我觉得 想也真的想通了很多很多事情 对 那你闲得啥呢 头一个月一直在证明 跟任何人说 你看王文 明人 没人认识 然后后来就 还还还还还 王文博一种说话 我真的无法接受 真的 然后王文博虽然就是说 他本身来说他不是普通人 因为他很实际 他非常技巧非常高嘛 就说他可能弄得特别好 我非常欣赏王文博 但是王文博的父亲就是普通人 嗯 我们都是普通人 对 明白这个道理 对 所以说我还没他 对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因为乐队解散之前 我就开始在做其他的生意 嗯 然后这次去昆明又多了一个茶 就是学会鉴定 鉴定 鉴定茶 然后还去跟人一起做 你看这茶 你给我们鉴定 说一说怎么鉴定啊 比如生负尔 熟负尔 嘿 你看王文专家 其实这就是 真是挺多的 话 话就是说的 不是 人家一看他是真正 鉴定 他是鉴定 但是我们说鉴定 你就聊两句 他就能知道你到底懂不懂 什么叫熟负尔 现在说 熟负尔特级 一级到九级 九级是 就是他是看汤色 闻茶根 看茶的那个 你说过来 对对对 很厉害 又冷了 没事挺好的 太冷了 小范你急说 王国要结婚 让让大张伟来主持婚礼啊 那是除非讲离婚吧 我跟你说 我结婚的时候 就让张伟主持了婚礼 我跟你说 我跟我媳妇上 上去换一趟衣服 张伟就在底下聊我 然后我再一下来的时候 因为我媳妇他们家 所有包括姥姥姥爷 都从外地赶过了 参加我们俩的婚礼 我一进去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家 所有的亲戚都在张着嘴看着我 就是因为他们家 亲戚很多属鱼的 你知道吗 又是这么着 对 最近还好吗 说比较关注张伟 找女朋友的问题 对对对 年纪不小了 主要是 我对他真是仇 然后我就没有女朋友 反锁了 最近追赵薇呢 你本天说 因为就是我们虽然分开了 但是有的时候还关注 真是会关注张伟 然后那时候不是就是滴血糖吗 然后所以说就是 特意跟公司说 那个以后公司网聊 就是让我们俩来陪一下他 你看没有 就是两罐天水 我们陪完他左右 滴血糖 对就千万不要在滴血糖 然后出那事儿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发信息 电话 其实打电话也不知道说什么 也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们三个真的都挺坚强的 就是也不用说 再打电话 再安慰 张伟 怎么着 怎么着 张伟 张伟 你 想着手机会 其实我觉得三个人可能外表上给大家觉得特别贫 特别能说 特别热闹 但是我觉得你们私底下三个兄弟的感情应该是非常深的 对 都非常好 不是 不是 我觉得 我就说像您这样说话的方式我觉得就有问题 我不是说您 就是说 比如说让人感觉非常贫非常热闹 这下下说明我们关系好啊 对吧 就是说 就是贫热闹 看不到你们 看不到你们感性的一面 不是 这我们贫 太加加 我们感性了 我们就说很多那些成本的人 他们一点都不感性 感性的人应该像我们这个样 是爱生活的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的 这还要感性 起雄于素 这个社会是伪善的啊 你们不要相信社会主流 主流媒体 好 因为像那种 平时你还这么说话那种 这么着啊 特别猜照相那种 这都 我跟您说 人生其实是这样 有三种人不能不能 一种人老是做这个手势 包括算这个手势的 第二种 分析问题老是这样的 第二种老是给玩层次 你说这个层次 这个层次 这个层次 第三种 第三种人就是机场上所有的那个 这事里放这些人啊 我们再来看 小范米奇说 想让大张伟嫁给我 我可以嫁给你 这样啊 我先跟你说实话 然后呢 咱们要不呢 您就符合我的爱情观念 要不呢 您就特有钱 就可以啊 小范米奇还说了 他这半天时代就他一人说了 没几个人 没事 说什么时候来海南 听你们吃椰子和海鲜 去过海南吗 去过中国 我们中国除了桂林和西藏没去过 哪都去 桂林没去过 我是广西的 有空去广西 因为假天下嘛 我不知道有多假到底 到底 不得博士 一过一下 就一幅画 对 花儿中的贝雷说 将为把我送给伯伯和郭阳那两张 刻有你们从出道到解散的照片 给你们了吗 收到了没有 问问他 刻有你们从出道到解散的照片 给你们了吗 这照片刻出来的 刘萧是有 有吗 给他们了吗 没事 忘了是吧 再有你 我再会给叶生解散就明白了 忘了一下 回复下你们的十年吧 如果要你们总结一下 单对是分别总结下你们的十年 当下总结一遍了 来来来 郭阳你总结王文博的 我总结王文博 就是 你先总结证 你们都推吗 我觉得 我总结你的十年吧 然后 你的十年 到今天就算 就算推到鬼了 但是我们就算鬼了 我觉得我这十年是属于比较享受 就是中间这个过程 享受音乐的过程 不是音乐的过程 是享受这个人生 我们几个人干的这个音乐 然后演的这个初 然后一起在外地经历的那些事 然后还要一起摸爬滚打的这十年 就挺享受的一个这个过程 这个问题我要好好说一下 未来女友有没有可能是花蜜中的人 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可以这么负责告诉各位 这个事情一定要好好说一遍 其实会欣赏我的人 未来女朋友那是肯定的 因为他就不欣赏我 怎么会成为我的女朋友呢 但是我觉得 只要是我的歌迷都不太可能 因为我真的会把歌迷视为医师父母 如果我们父母搞 搞搞搞的就乱伦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这个是驴的不可能的啊 谢谢各位 谁烦草飞 说王文博什么时候生孩子 谁烦草飞是谁啊 谁烦草飞 你问什么呢 谁烦小飞 我们都烦啊 这这我这个婚还没结呢 我上哪 什么时候结啊 什么 什么时候结啊 什么时候结啊 看这什么时候有空的 喜欢什么型的啊 我喜欢 什么型 就演前那型的 就是你知道 他是一个演奏家 他喜欢奏型的 哈哈哈哈 那奏型特别好那种 对 那个奏型不错 对 全比那奏型 对对对 主要是看缘分 我觉得更多的 对对对 还没形容完你们的十年呢 我刚形容完 嗯 当年 我就觉得我的时间非常精彩 享受 对享受 你用个词 他享受说他去 这个当年 你知道我们公司昨天跟王博说什么吗 王博 我们已经正式的告诉你 公司已经不希望你能瘦下去了 但是请你演奏会之间不要再胖下去 对 享受 你听他说了怎么可以大增 哈哈哈哈 我呀 嗯 十年呀 嗯 十年就是说那个 就怎么说呢 着急 超级 我觉得 我觉得张伟这十年 真的就就两个人辛苦 辛苦 对 操劳 努力 对 真的是 这挺多的了 真的 你再说就该拿字典了 真的是那种感觉 就是一把一把要 给他要为大的 哈哈哈哈 给你养大的 把我那个快乐队啊 那一六件吧 我呀 哈哈哈哈 顺利自得然吃喝玩乐 然后慢慢的就是 一切 一切随缘活明白了 嗯 其实我觉得做乐队在很多时候 特别随性 嗯 特别帅心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是 其实我觉得人生之中最痛苦的 在这个喜欢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对不是 我相信您现在很痛苦 您不想做烈采访 但是您一直要做 对 然后您说我今天晚上 我上餐餐的时候喝点茶 不比 不比突然好吗 去去喝点干嘛 喝点茶 喝点茶 喝点什么 下午 下午都是喝茶的 所以说嘛 我觉得还不错啊 嗯 对 王文博 他说王文博 喜欢你这发型 帅死了 嗯 这发型是我 这发型是我 今天自己在家弄的 对 这我在想 如果不打东西的话 它搭了下来是什么样子 哦 是 搭了不 搭了是这样 这个头发一旦搭了下来 比现在还 所以 是搭地是吧 对 但是我们就 你看 毕竟有主唱 我就不能超过它 你知道吗 所以主唱就给它弄起来 两眉孩得收起来 对对对 秋连一点 我的头发 现在就两个收敛 有好多人 哎 他说 他说他是上回 世界上官 拿你专辑找Sara 你就是小钟的嫡系 算了啊 嗯 我们再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吧 嗯 喜欢上网吗 平时 喜欢 对 上网可以看 因为我平时喜欢看 我很少看美国大片 嗯 我就喜欢看中国的抗日的联系剧 哦 对 什么抗日联系剧我都喜欢看 然后喜欢看动画片 喜欢看神奇地球 喜欢看Discary 喜欢看MBA 嗯 就上网 就是天天上网在干这些事情 没事 这些好像比如说抗日的 或者是战争题材的影片 感觉和你们的音乐风格 是两种 一样 我用服线了 你只是浅薄 你只是浅薄 就是浅薄的 然后那个说的是什么 其实万 任何动物都是万通 对 因为万通是北京一个弄出 小商人提拨什么动物 我觉得都是 都是他们是为了 可能他们更更宏观 以及他们是为了人民嘛 为了更多的人自由 去付出自己的生命 和我们为了自己的理想 来付出我们的青春 对啊 都是很 我们该年当小手 我要各位演出嘛 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一定要说一下 这样的车号给我行吗 我现在郑重向所有人宣誓啊 没有 也希望咱们所有的 这个歌迷会的 所有朋友们 那所有歌迷都说一下 我没有任何Kill头号 我从来不上Kill头的 谢谢各位啊 不要被骗了 因为有确实有几个歌迷诺 他们被骗了 被骗过钱 真的不好啊 对对 注意 其实我觉得像你们说 战争题材 有个有深度的电影 可能或者说 更多方面的涉猎 是为了给自己的基础 我特别想明白 什么叫有深度 就我一直不能用在 什么叫有深度 人老说我没深度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很多东西 相对来说 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跟知识去理解他的东西 那我也说好多话 大家一直没想明白 说什么的 你挺有深度的 所以 所以说还是 我觉得张伟这人是这样 就是张伟 我觉得大家有可能认为 他没深度 只不过就是 有可能张伟这人的生活 就是真的是自己的生活 就在生活方面 就是稍微的 比较自我一点 再超薄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只是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跟他的脑力上来讲 我觉得这人就是 我觉得就是挺深的 如果你要老去关注那些 老去看那些 不理解你 不支持你 不喜欢你的人 那就是你永远是不快乐 就是不喜欢你的人 你就不要去为他们演出 你就不要为他们去解释任何的事情 我觉得 我想明白你什么叫深度 就是我觉得深度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啊 就是一个经你经历的事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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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 对 年龄 对 阅历 对 阅历 阅历能力 其实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抽象 都是抽象 特别抽象 这个你喜欢看抗日题材的你呢 上网或者看电影 然后完了以后那个 反正你们就信 然后那个我还长得特帅 那个我刚说哪儿了 开心 对 我就上开心 然后呢开心完了以后 然后就是那个是那百度推八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我那个那个雅虎那那个 他经常会上那个百度 苏波助女儿推八 然后去看一下就是韩庚老师最近怎么样 然后其实王文博 然后其实我们几个人都经常去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换这个贴吧 然后呢 然后王文博经的自个儿就王文博八呀 也看底那人数 就是每天看只要在家一个人 能做一天呢 然后然后 这个买股票 你知道每天都听那人数 现在有新的地方呢 可以到粉丝网的花儿乐队的官网 对对对对 粉丝网现在有的官网了 对有官网了 就是一直官网就就就就没有 老被人炸 然后所以说这回终于有一个就是说 帮咱们抗炸的一个人了 那你呢 上网 我当然上网了 上网做什么呀 然后那个 对 还有个淘宝 我还早去淘宝 淘宝买东西 我也淘宝 然后那个其实现在因为淘宝来说现在比较方便了 然后还有像其实 我书那个是吗 看了没看懂 然后那个 你开心网留言我都看 其实我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也会去这个网 网 贴吧 网吧 贴吧 看一下 因为可是我是希望大家那个都那个能说一些具体有有有有那个实质性的话 嗯 对 而且这五分钟结束呢 然后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西安科卫都能够支持到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我有我们有时特别对不起更迷会 嗯 你知道吧 因为因为有时候吧 跟别人说喜欢我们吧 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很争人争点的事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好像好像算是一个低端代表似的感觉 就是那种 对 真的有好多小孩 就是说那个比如跟同学之间聊天 你喜欢哪偶像的谁 我喜欢什么东方人请 那种我喜欢猪猝宋年 然后那个说你 猪猝宋年 猪猝宋年 然后他说我喜欢猪猝宋年 然后那个猪猝 猪猝是谁啊 猪猝是猪猝 你这么样的好爱说话 那是个意思嘛 对 然后呢 完了又说 我喜欢猪猝宋年 然后说你喜欢猪猝宋年 我吃饭了 然后他说你喜欢 他说我喜欢花 然后那俩就开始乐了 他说你怎么喜欢这么弱的乐队呢 或者说能喜欢这么 就是他感觉就好像支持国内 还是支持本土 就是土 我还是什么 就是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好多人就特别喜欢 但是不敢跟同学交流 对 而且他们都特别看不上搞笑的 的人 这本老涛还可以 不是 这不是 网聊 网聊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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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比较回忆 然后就是 其实我跟你说 人生就是这样 其实怎么说 刚才就像那句话出的一样 其实搞笑的 往往往往比帅的 更有跟我说的价值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浮浅的东西 不一定比深刻的东西 没有意义 是不是 其实浮浅的可能东西 人类都是浮浅的 然后浮浅的 俗是一样的 俗是什么 这脑里怎么自然有解释 大多数人的喜好 对 你习惯就叫俗 如果你反俗的话 就是站在人民队的面上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就是这样 对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对 可能每个人 大家喜好不同 不能说别人喜好的 对还是不对 好或者不好 对 而且我觉得支持国内的乐队 总而言 这还是一件挺好的事 对对对对 我们之前看新闻说武林大会 你们为了这个演唱会 排练了舞蹈 对吗 他 我们俩就去 你排了 我 能秀几个动作吗 演唱会本身就有舞蹈 嗯 你有排吗 有啊 我本身会有 会有猪分苏妮的 哈哈哈 我只能这么说啊 我们现场会有 你手发一下吗 猪分苏妮 这明明是不错的 猪分苏妮跟比扬斯 然后会去去现场了 去现场 然后大家就可以想了 是什么回事了 对 那你可以秀几个动作吗 没有 现在现在 后面也都是保密 四零零八八八 四零四零 既然姐姐已经这么给 妹妹 妹妹 这么说 我觉得你可以去妹妹家里跳一下 我给你跳凳子舞 然后那个 就是这个 给点不要脸肯定是危险 你知道吗 我给你来一个啊 然后 谢谢各位 然后我们再谢谢各位 然后本身来说 这个普通货要结束了 嗯 然后有人说最近我要整容 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确实要整容啊 但是说那个 但是呢 不会特别明显的 希望各位不要担心啊 嗯不用陈南轩 而且好多人说 你不肤浅 带来的欢乐一点都不肤浅 小范米奇说 别选肥了 心疼死人了 没有我就是肤浅 谢谢各位啊 还有陈志说 准备演唱会要注意身体 不要凌晨休息 等等等等 哎 现在真的是很辛苦啊 每天不是凌晨休息了 嗯 对 让中午起 下午接着干 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这样吧 快要结束了 今天这么多粉丝在这儿 给大家留下几句你们的 送给他们的话 来 其实我觉得最近来说老师我才说了 嗯 他们两个一直没有说话 对 但他们别说了 然后呢 哎呀 然后马上说说对歌迷 对 对 希望那个就是这十年来支持我们歌迷 然后希望你们都那个以后有就是每天过得很开心 然后以后生活越来越精彩 然后也希望你们这回 11月14 对 然后也希望你们这回11月14号能够大家来一起开这个大盘点 然后一起一起欢快一起玩 呃 那也希望就是那个单市在这期间 除了支持我们以外 一定要注意身体 对 注意身体 其实真的是这样 很多时候就是这种 嗯 过来通关村也没得卖到店了 你知道吗 很多东西就是你就是得是有这个要打过时光的 嗯 你会想比如说我可能 你还留下了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就结束嘛 然后那个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就是村子结束了 嗯 然后就一句话 然后其实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因为那个演唱会嘛 嗯 如果大家不来的话呢 我们会非常的郁闷的 然后所以说希望所有都能来 嗯 你们不想让看见我们 你们我希望大家看见我们的哭都是欢乐的时候哭出来的 嗯 不是因为太难过哭出来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泪水呢 啊 要起在咱们的汗水之中开始进行精彩人生 是不是这样啊 一月十周年 哦 我要回来 嘿 我 我 好 谢谢你们 谢谢感谢网络方的那么多朋友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花儿乐队 去看花儿的十周年演唱会 拜拜 40 0 888 84040 哈哈